大家好 北方的冬天喜欢用白菜做各种面食 如果平时饺子包子吃腻了 下次你可以试试这种白菜都成肉饼 不用像包水饺一样 还需要一些说法 做法非常简单 每一层都裹着满满的馅料 外酥离软 咱们先来和面 这些是500克面粉 一半用140毫升的热水来烫面 一边加一边搅拌 水温大约在80度左右 另一半用140毫升的凉水来和面 搅成絮状以后 再把两种面混合到一起 然后下手揉成一个软硬适中 光滑细腻的面团 用热水烫过以后的面 做出来的面食除了可以更加柔软 还能让麦香味更加浓郁 像这样的面团就可以了 把它放进保鲜袋里 饧面20分钟 这些是提前清洗干净 并且晾干水分的大白菜 先切成粗粗的细丝 再改刀切成小丁 加好以后全部盛到一个大盘中 加入适量的食盐 用筷子搅拌均匀 放一边腌制5分钟 杀出白菜里面的水分 这些是提前剁好的肉末 加入姜末 胡椒粉去腥还能增香 一小勺五香粉 一大勺黄豆酱 可以增加馅料的姜香味 适量的食盐调味 两勺生抽提鲜 大半勺酱油 先用筷子顺一个方向都搅拌一会儿 让肉充分吸收一下调料 搅拌到这种有些粘稠的状态 倒入提前切好的一些小葱花 这个可以多来一些 淋上烧芝麻烟的热化酵油 哇 这个葱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用筷子搅拌均匀以后 先放一边腌制5分钟 让肉馅入一下味 现在白菜已经煞好水了 用力挤掉多余的水分 把白菜放到腌制好的肉馅里 搅拌均匀 这样一份香喷喷的馅料就做好了 按板上撒些干面粉 把先好的面团取出来 不要揉 直接搓成一个粗一些的长条 切成大小均匀的段 把每一段像这样竖着整理一下 再用手压饼 接着用擀面杖 擀成一个薄一些的圆形面片 中间如果感觉有些粘连的话 可以在表面撒点干面粉 像这样的面片就可以了 整齐的摆在按板上 先用刀在每个面皮上 从中间往下切一刀 在切口的周围 填上高材做好的白菜肉馅 面皮的四周也要留下一点空间 不要太靠边 然后用勺子 把馅料轻轻的压紧时 从切口的一侧转着圈 把面皮折叠起来 每折一次都要轻轻的按压几下 排出里面的空气 最后一次折叠之前先停下 把尾部的一点面皮 像这样叠过来 这样可以防止馅料漏出来 然后用手把开口的地方给压紧时 再把它拿到手里 像这样用拇指轻轻的推动几下 推出好看的纹路 这样既好看还能起到封口的作用 这样一个多层肉饼的生坯就做好了 烙这种饼子 比咱们平时的馅饼也有一些区别 店面称先刷上适量的食用油 把做好的生坯一个个摆进来 在饼的表面也抹上食用油 锁住水分 这种饼子比较厚 煎的过程中先不用盖盖 开中火把一面煎到金黄色 再翻过来煎另一面 把两面都煎成金黄色以后 从饼子中间的缝隙里 淋上适量的开水 水量差不多刚好能摸过锅底就可以 然后盖上一个高点的盖子 开大火把锅里的水分受干 看到锅边没有热气再冒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七到八分钟 这样咱们的白菜多层肉饼就做好了 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吧 这种做法真的是比包水饺 大包子都要好吃多了 趁热吃饼子的外皮还是酥酥的口感 切开以后里面层次特别多 而且每一层都裹着满满的馅料 馅料的口感也是非常鲜嫩 强烈推荐爱吃白菜馅料的朋友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关注分享一下 我是大飞感谢您的支持